今天就是新年 又是不能上頭住鄉 很多的情況 亦謀霸的情況很嚴峻 換言之 這個我滅共病毒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的殺傷力 因為它是傳播率高 但是它的致病率、致命率和重症率非常低的 其實它跟這個重症相同類似 夠膽的政府公佈一下 檢測了這麼多驗診亦謀病毒的 究竟有多少患者死亡的 基本上是零 就很簡單 用這樣的情況 遺風葵松村已經很令人發指 接著這個時間 駱惠寧繼續講盡謊言 繼續說三道四 繼續胡言亂語 胡說八道 他說 妄想搞亂香港圖謀永遠不會得逞 這個就是新津致詞的主要內容 因為中聯法主任駱惠寧發表過新津的何詞 是以三條枕陽漢的問題表達對香港一國兩制發展前景 實現良靜善治的看法 指出香港一國兩制新局面 近25年來總有人企圖將民主發展引入企圖 以及從未放棄搞亂香港 聽到這裏已經很離譜了 什麽叫做將民主發展引入企圖的人 不是香港人 是中國共產黨 是吧 由2014年人大常委會搞八心一決定開始 已經是將民主引入企圖 因為他的民主不是普及平等 沒有篩選的普選 而是一個有篩選有預謀組織好的一個假選舉 因為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現在九十比零的這個立法會 很清楚任何人可以被DQ 之前可以被所有的選舉委員會的人提名 之後還可以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方式去做 誰是將民主發展引入企圖 將將承命 這個肯定不是香港人 而我們抗爭就希望拿到真正的真普選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今時今日去到哪個地方 知道香港現在是淪陷的狀態 他說我們抗爭者是從未放棄過搞亂香港 各位 我們並不是搞亂香港 我們做的只是說不得以而為之的很多看法 說真的 和理非如果做得到 和平理性非暴力做得到 公民抗命能夠做得到 怎麼會有2019年涉及公民抗命 和比較深層次的公民抗命的行動 我可以告訴大家是逼出來的 很多東西是不可以說 全部是怪了抗爭者的一些做法 也根本不可以去責怪抗爭者 很顯然的一點 就是今時今日搞到這樣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是要負絕大部分的責任 大家知道最近我回到前去試看過這個 看了一個《時代革命》這部電影 它將會在台灣上演的 2月底會上演的 我們台灣香港協會要包場去看 但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看到它九個不同的項目 裡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戴耀廷教授在訪問裡面說 Civil disobedience 我們的公民抗命 是逼到一個某個位置 就是叫做uncivil disobedience 是吧 就是你最後有很多的一些東西 就是可能會比較勇武一點 但是你明白勇武的行為是逼出來的 這個不是搞亂香港 而是誰搞亂香港呢 警察就是重點了 所以看到這一點是很顯然意見的 他說在諾惠寧繼續說 在中共領導下 香港始終站穩 強調所有反中亂港勢力 妄想搞亂香港的逃亡 永遠不會得逞 既然你說永遠不會得逞 你說那麼多廢話來做什麼呢 既然你認為很有信心 永遠不會得逞 那你說那麼多的廢話來做什麼呢 雖然很簡單 他就很害怕 因為他知道香港的這個2019年發生的這個 這個嚴重的反送中的一個運動 其實彰顯了香港人 和中國共產黨是離心離得的 你看到這個東西會輻射到中國裡面 感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些中國人去覺醒 同時也啟動到他們黨內的權鬥加劇 可以用香港作為一個槓桿 來對另一派展開鬥爭 同時看到外國 也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用槓桿來對中國展開制裁 或者是一個競爭 或者是一種比拼 你看到這一點的話 就是很多不可測的因素 在香港帶給大家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看得到駱惠寧 他基本上講的話 完全是七勝風 罔顧了事實 也都跟我們一般人的常識性的理解 相賠甚遠 他認為過去一年 是香港開啟一國兩制新局面的一年 這個不是一國兩制新局面 是一黨專政新局面 那麼你看到在中國 在香港的國安法的實施 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實現 不是愛國者治港 是黨外者治港的原則得以實現 90點比0 全部都是黨外的人 就這麼簡單 他更加以四句亡不了的句子 就挽不揉的句子 形容香港的新氣象 包括了亡不了全港中小學校園 孩子們開始每天面向五星紅旗 注目行禮 各位這些洗腦教育 尤其是少先隊 紅領跟的教育 已經在香港展開了 我很擔心就是未來 可能幾個月之後 幾年之後 香港的所有的幼稚園 小學生全部都要帶紅領跟上學的 因為你今天可以要求全港的中小學校園 孩子們開始每天每天去面向五星紅旗注目行禮 明天就可以叫我們系上紅領跟去上學 香港就越來越跟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沒有不一樣 這個就是絕對是方默的事 他說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抄襲 基本上就是一國兩制不是行得通辦得到 是騙都騙不到 根本上是用絲破畫皮露出一黨專政的本質 跟大家去到說 根據所說的就是 東方之珠塵埋洗盡 魅力之刀更勝王式 講到最後就是中國共產黨去剷除了他的眼中 其實說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很多人的怒火和很多人的良知 依然都深藏在自己的心裏面 信念藏於心內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不可能一刻之間可以達成我們的目標 不要死,好好活,準備好,等運到 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方式 所謂魅力之刀,魅字是從鬼字報 今天就是喪屍治港,鬼影蟲蟲 在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香港已經甘非色彼 我希望大家看著這些駱惠寧的說法 就是說所有的說法 我們都要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就是我們不可以被他這些說法 第一,不要花時間被他激怒 因為他希望佔據我們的心靈 我們記住要擋住這件事 不要以他被人激怒到生氣 有時候我們會生氣一點 我們要用理性去壓抑自己的情緒 因為理性地思考,冷靜地思考 我們才可以好好地活出我們的人生 我們生氣是有時候 但是看到那些事 我們只是告訴你 痴肢而鼻,不值一生 這個就是我對駱惠寧 這個新春致詞的基本看法 是,在這裡 那現在看到鄧炳強要出來說話 其實現在這個港版的公安法已經是實施了一年半的了 那鄧炳強要說,因為要因應立基本法23條 他會加一些間諜法在裡面 所以這個可能大家都有點擔心的 因為看到有些何者說呢 如果是這個法律實施了 就按示中共的解放官可以到香港執行人物 其實這個是什麽算盤呢?鄧炳強要打的 這個算盤呢,他就想打響一個算盤是什麼呢?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實施一個最大的動嚇力 希望我們能夠去妥協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就是香港政府將會在今屆政府的任期裡面 就是6月底之前展開基本法23條的立法的諮詢 那下半年將會向立法會提交草案的 那今天呢,鄧炳強就是說呢 屆時會一併處理反間諜罪行的法例 那鄧炳強表示呢 間諜是跟本土恐怖主義有必然關係的 或者我們分析一下這一點 他說呢,因為呢 間諜在社會上煽動仇恨 分化和希望利用暴力奪取政權 培育本土恐怖主義是其中一個手法 包括資源、技術、甚至保護傘 因此當局呢 要打擊本土恐怖主義其中一個最好的方式 就是做好管控間諜煽動的工作 這說法是相當可笑的 因為很簡單 我真是不明白鄧炳強 為何會將恐怖主義和間諜罪相提並論 恐怖主義是公開暴力 用脅迫或者威脅社會或者政府做出的事情 這是恐怖主義嘛 就算我說唐英也不是恐怖主義 是老屈他恐怖活動罪而已 他根本上沒有用這些公開暴力的方式 脅迫政府做一些事情 OK 間諜罪是什麼呢 這個恐怖罪是什麼呢 就是拉登那些恐怖活動罪 是不是 阿爾蓋達的就是恐怖活動罪 這真是恐怖主義 間諜是什麼呢 是完全用秘密的竊取或偷取機密內容的方式來做 秘密的偷這個間諜嘛 中共多少間諜 在台灣的企業 台積電 美國的微軟 Google Facebook 在偷取有關的情報呢 很多 這叫商業間諜 政治軍事間諜的派來台灣的很多 政治間諜的基本上用插反 不同的政黨來做事也很多 這叫間諜都是隱蔽的灰色的 不明確的 恐怖主義呢 是公開的 是暴力的 脅迫的 兩者怎麼可以在一起呢 於是乎現在這兩點 就是三點連成一線 香港本地的基本法二十三條 港版國安法 和這個 這個反恐法 可能有一天 會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恐法 把進去香港去實施 這個做法不單止會打壓言論自由 還會不利於香港的營商環境 不單止賺不到錢 而且更加小到香港遠離西方的社會 這一點其心可諸 而且 即是今時今日 我們看得到 鄧炳強這種說法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是保安局 正與律政司研究 官方機密條例 去擴闊間諜活動的範圍 他指出間諜與本土恐怖主義 又必然聯繫 還有批評美國中央情報局 和英國軍情陸署MI6 就是策動的間諜 一直嘗試推動顏色革命 我真的很想知道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 和英國的MI6 在哪個時間 用哪個地點 在跟哪個人 做什麼事 來策動這一場革命呢 他說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是溺溺在目的例證 他說批評 邏輯情報人員 他說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 是不行的 他首先批評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不同領域針對中國 希望延續霸權 他又認為 這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國家 缺乏正向思維 無法理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和平發展的概念 這就是擦襲平平 就是這麼簡單 跟著他說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去年成立了中國任務中心 整合資源針對中國 並且勞制及訓練 會講普通話的情報人員 同時英國軍情陸署 也在全球不同的國家 邏輯情報人員 深入掌握中國情況 所以 他就算是 他收封 深入表解中國情況 跟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什麼關係呢 跟著話風一轉 他就說 外國間諜會利用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環境 推動顏色革命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是溺溺在目的例證 他又提到其他例證 包括受美國政府贊助的開放科技基金 承認撥本資助發展安全通訊技術 讓香港社運人士 可在網路上隱藏通訊內容 你知道什麼搞錯 這些說法當然是荒謬的 那Signal怎麼計 TG怎麼計 你每天都在用 怎麼隱藏內容呢 就很簡單 就是說所有內容都要暴露在你監督之下 才對的 即是失望的 他就說 台獨組織時代力量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公開籌集物資 如頭盔和防毒面具 鄧炳強也引述12港人案 只有受審人士指控一名前身 是外國情報的人士 即是Mark Simon和黎智英 是攬炒團隊的幕後金柱和主路等等 這些說法似乎很多這樣的說法 告訴大家 全部都是謊言 今天看到港人12的12港人案 和Mark Simon和黎智英是完全無關 他單憑一個給他打完網制針的 李宇軒的一些說法 即是叫屈打成招的嫌疑極大 從這個方式 來不斷地試探我們這個做事的底線 很離譜 跟著他講的所有剛剛剛才說的東西 都是荒謬的 比如說到英國的MI6 美國的CIA如何指揮人來做事 大家認真一點 我是整場問答在香港看得到很清楚 今時今日 我今天下午就看了這個 這個《時代革命》這段片 九個不同的項目 我想請問你 那些阿陳伯呀 守護孩子呀 和理非呀 甚至前線的人士呀 在哪個時候 哪個地點收到多少錢 收到哪個人給他的錢呢 就這麼簡單 所以就說 所有這些外國勢力 拆控的證據 完全是不通的 如果你認為外國勢力 是用這個地方 去煽動中國革命 第一 你首先要告訴大家 你不知道是不是要跟國家斷交呢 還有什麼要談呢 你是不是要跟美國斷交呢 是不是跟英國斷交呢 因為他們 你要拘捕他的呀 有美國駐北京的人員 要拘捕他們才對的呀 因為為什麼 是他們拘捕香港的嘛 他們主謀你不拘捕 你拘捕香港人 還有這個事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說真的 你說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我們抗爭者收了錢 很簡單 我經常跟你講道理 如果你認為我們收了錢的話 證據拿出來 不要經常說一些失心崩的東西 什麼開放科技的技術呀 講什麼MI6的CIA呀 十二港人馬克西文和黎智英 完全這些是荒謬的 這些謊言說了十一百片 他以為可以化成事實 絕對不可能 而這些謊言如果他初步很簡單 如果你跟他爭好了 譬如他每一個人出去 扔這個氣油彈的 扔火魔法的 每一個人給一萬元 給你出去扔一次的 沒多錢了 一萬元夠了 你不夠一萬零一元就可以 那你中國共產黨這麼多錢 你就給了一個二萬 那立刻收好 大家不扔 是嗎 就是這麼簡單嘛 為什麼你不給錢呢 就是說你說用錢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幫人是因為被人收買了 才是出於金錢的逐利目的 去做這件事的話 中國共產黨可以籠絡這幫人的 那他不籠絡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幫人 根本不是為了錢去做這件事的 由始至終 我們做這件事是為了公義 你看到整個時代革命 整個節奏 我們看得到 根本我們為了justice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說了 鄧炳強這些事情 毛刀霍霍 說回反間諜法 很簡單講一個評語 就是今天是毛刀霍霍 人人自危 今天說你的間諜 說哪些間諜就可以了 記者 記得我這個節目都講過 我們希望化整為零 希望現在沒有了香港的《蘋果日報》 沒有了這個《立場新聞》 也沒有了眾新聞 那些記者很辛苦地跑新聞 石石果僅存的 可能是少數幾個重要的媒體 他們很跑新聞 就像獨立媒體一樣 很跑新聞 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媒體它會被整肅 就是會被整肅 整肅完之後 我們會化為一種自媒體的方式 每個人打攤拋他做事 好了 如果他認為是自媒體 就講這個記者 就是間諜 他不需要道理的 他講了一大堆 剛剛那些似是非 CIA MI6 開放什麼什麼基金 就可以將這些這樣的東西 標籤到這個記者裏面 換言之這個是另一個口袋罪 我們的口袋罪 我們的口袋罪還不多嗎 我們除了看得到 有中國大陸的尋釁滋事罪 還有香港你看到所謂煽動罪 還有更多一條 就叫做反間諜罪 這個反間諜罪如果完成了 明年年底 完成了基本法23條案法的話 整件事就可以被它 羅織罪名 扣陷中糧 這個就是它最主的目的 除了記者之外 還有很多人的政治人物 都是逐一打壓 即是如果他面對一種有組織的情況 變成了Be Water 逐一打壓的時候 他希望用一個方式來打 一個就是煽動罪 找不到你煽動 你沒有做任何行為 煽動都要做個行為 或者言論出來 但是今天你不需要做言論 或者不需要做行為 你今天你的存在本身 它說你就是奸諜 就可以去抓 之後那些罪名可以邏輯起來 這個就是鄧炳強 不是鄧炳強 是整個共產黨指揮系統 的一種精心炮製的一個罪名 它的罪名的情況 可以說遠遠比煽動罪更加嚴峻 煽動罪你可以躺平 什麼都不做 你不會犯法 但是今時今日 你不是躺平 你不是不說話 你的存在本身 它說你就是一個奸諜 就是一個抓的 OK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風聲鶴唳 希望大家 在做好決策之餘 溫泉善念 守護之人 我走上面 我會聞到你 你不想看